哈囉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支影片帶大家看測試服 1.57的維護公告 老實說我以為這一次就會是那個什麼大改版 因為他官方不是有預告說會有很多很大的改版嗎 然後還會跟著出火鳥的造型 不過這一次改版並沒有出火鳥的造型 然後改版的幅度也沒有很多 主要就是增加一個新角色 跟一些像是優化的調整 好影片的最後我們也會直接來看一下這個新角色的技能釋放跟一些講解 那我們先來看一些其他的更新吧 首先是新增了一個主神試煉就是新的法師神器 這一次要能夠挑戰這個新的主神副本的話要打過32-30 就已經蠻有挑戰性的了 好像就已經需要三對推圖了吧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的神器 這個神器的效果是如果對敵人造成傷害的時候 會額外造成一次198攻擊力的傷害 觸發間隔是12秒 這個效果我覺得一般般 不過他有一點我比較喜歡的是他的裝備屬性 給的是極速 不過如果把新的跟舊的法師神器對比一下 我還是會比較喜歡舊的這個法師神器 在推圖上面能夠提早開到大絕的法師神器 會強很多 新的這個法師神器我覺得可能比較適合像是 夢境 假如說女妖需要 打到比較多一點傷害的話 可能可以用到這個法師神器吧 我是覺得這個新的法師神器 並沒有舊的法師神器好拿來推圖啊 好其他的改動 一界旅店現在可以快速零取好友禮物 這個會省一點點時間還不錯 巔峰競技場 隊伍數量會增加 這樣以後可以看到新的陣型來打競技場 然後有新的星座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的星座 這個新的星座叫做 藥雀座 那總共會有三個分支 每個分支可以點四次 可以解鎖的第一個功能 就是讓你的推關 不會再掉 無屬的紅裝 這個的解鎖條件 就是種族塔 那總共會從120層 移入到最底的 240層 每次打過 增加25%的機率 不會再掉這個無屬的紅裝 第二個 可以解鎖的功能 叫做這個 咒印選擇箱 那我一開始看到也很好奇 咒印到底是什麼 那 我之後才發現 咒印就是那個 T1 T2石頭啊 就是假如說你拿到T2石的時候 他會變成一個箱子 讓你可以自選 你要T1 還是T2的石頭 這個的 解鎖條件 是 王座之塔 從 最一開始的400層 到最後一個是 550層 總共有4次 買了之後你就只會拿到這個 咒印選擇箱 就是T1 T2選擇箱啊 最後一個功能 是這個 虛空密鑰 虛空密鑰的效果就是你的虛空英雄 現在可以跟他綁定的角色 在同一場戰鬥中 一起上場 然後這個是可以拆的 可是拆一次要300鑽 因為最多最多就只能拿到 4個這個虛空密鑰 這個的解鎖條件 是 你的神話角色 有15隻的時候 可以拿到第一個鑰匙 然後45隻 可以拿到最後一把鑰匙 總結來說就是一堆功能上的優化 還不錯 最後一點更新就是這個 無數的T1 T2裝 現在可以被強化掉了 強化掉之後他會返還給你 你已經用過的那個T1 T2石 所以你以前不小心生錯的話 現在可以拿回你的石頭了 這個等待還真漫長 最後的一些英雄優化 都是修bug 沒有什麼重點 好我們來看這次的新角色吧 這次的新角色很帥 是 控制風的一個 角色 然後職業是遊俠 他的攻擊方式是 遠程攻擊 所以他還蠻特別的 我們 要了解這隻角色 就是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技能 叫做 風焰 先看到強氧行 就是他的大招 可以讓他被動 每3秒創造一個風焰 然後自己的周圍 最多同時存在5個這個風焰 然後我們就先看到其他能夠創造風焰的招式 他的第3招 清空打擊 就是給他一個被動效果 只要有敵人被擊飛的時候 就可以創造一個風焰 並且打敵人280%攻擊力的傷害 CD一樣 3秒一次 然後是第4招 如果自己被控制的話 也會創造一個這個風焰 這個風焰可以保護自己 給自己22%最大生命值的護盾 一樣 3秒鐘的CD 好我們回到他的大招 大招的效果會根據這個風焰來計算傷害 他會先打運一個敵人3秒鐘 打250%攻擊力傷害 再根據自己有的風焰 造成 每個風焰150%攻擊力的傷害 所以如果有5個風焰的話 最多就是可以打1000%攻擊力的傷害 第2招同樣要根據這個風焰來釋放 這一招第1次釋放的時候 會給敵人添加一個風焰的效果 這個風焰效果會讓敵人降低80點命中 還有25點減速效果 然後第2次釋放的時候 會擊飛這個已經有風焰的敵人 並且 再額外 對一個沒有被風焰影響的敵人 去施加這個風焰的效果 我覺得這隻角色跟 Joker有一點點像 就是技能都很複雜 乍看之下都蠻爛的 實際用起來 目前還不知道 最後 來看他的 專武跟加劇效果 首先是專武效果 他每 創造3個風焰 就會給自己提升一次屬性 總共要創造到12次風焰 他的屬性疊加就會疊加滿 那就是60%攻擊力跟 32點暴擊增幅 然後如果 點到30的話 只要創造6指風焰 就可以給全隊25點 急速效果 如果光讓我用看的 我覺得這隻角色 很有可能會有非常高的傷害 不知道推圖夢境有沒有他的位置 好接著看最後的加劇效果 加劇效果讓自己開場的時候 就有兩個風焰 如果點到9加劇的話 他的第2招 就是可以打暈敵人的那招 可以一次射出2個風焰 就是一次暈2個敵人啊 好最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實戰畫面 先來打這個木裝看看 看他是遠程攻擊 然後他的風焰是這個小小鳥 看起來非常小一個 有點難蒐集耶我覺得這個風焰 雖然應該是被動每3秒就給一個但是 他基本上都把他丟到敵人身上 看這個 射完畫面感覺傷害還不錯 太多了 我們去打這個 試煉守衛看看 試煉守衛的有9加劇 所以他 開場的時候就會有2個 然後他的小招也可以一次射出2個這個風焰 給他配一些 還不錯用的隊友試試看 我覺得應該會蠻強的 哇傷害真的還蠻高的 剛剛射兩下就直接把前排的這個老鼠給射死 然後現在應該已經積滿6個風焰了 所以全場都有這個25點的急速效果 然後他大招傷害也不錯打薩菲亞 3分之2條血量吧 我們看一下他的輸出吧 2.32m很高 我們可以再試一套別的陣容 大家看 剛剛那套有羅萬嗎還蠻強的 這次給他一些 比較幹的隊友看看 像是啪啪熊 這樣 我覺得這個隊友應該比較幹 來試試看 他會被閃避吧 所以 可能會不太穩定 傷害很高打不到人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好我們看一下他這次大招可以打多少 這次就打一半左右的血量 因為瘋炎好像比較少一點 哇這個暴擊 好像差一點他可以翻盤的樣子 這次的傷害一樣還是全隊最高 那我們稍微來總結一下下 我對這個角色的 想法吧 我覺得這隻角色是非常非常有潛力的 他的傷害輸出非常高 而且他有一點控制效果 就目前來看 我自己認為 他的推圖戰力差 可以比光弓還要高 但是他的推圖戰力差 不會比科怪或戴萌這種 可以無視掉 那個 戰力然後自己疊滿加成的這種角色高 那雖然他的傷害真的很高 但是 我覺得他夢境 還是不太可能取代掉蜥蜴的地位 或許可以試試看 沒準真的就把蜥蜴幹掉了 至於競技場 目前我不太看好他 主要是競技場目前有其他太多強勢的角色 不過就像這次版本更新說的 他如果出現在第四隊或第五隊的話 還是有可能的 畢竟他可以給全場急速效果 而且他的傷害 跟控制效果都有 所以呢競技場還是有可能 不過在前三隊是不太可能啊 好啦那以上就是關於這隻角色的總結 還有這個1.57版本的所有介紹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我 我是達爾我們下期再見哦拜拜